G1-E 版本 我們其實已經在海外試過 海外版的G1-E 然後這個是 中國現在目前已經上市的 國內的版本 所以我們 拉到私家車 再幫大家試一下 和之前的有沒有什麼差異 這款是個頂配的版本 是G1-E 的 450 而且還是七座的 我查了一下那個價格 因為給我車的工作人員 他也搞不清楚這個車 具體現在賣多少錢 然後我查到那個價格 目前G1-E 賣的最貴的450 才84萬多 但那個應該是五座的版本 其實應該還是要貴一些些 先說一個題外的話題 據說RX-450H 就是混合動力的版本 都要賣到80多萬的定價 大家都會問我 同樣80多萬的預算 你買個RX還是買個G1-E 毫無疑問 我從來都不認為一個RX 可以跟一個G1-E去比的 不懷疑RX是一部好車 但是你一部這個車 你賣到這個價格 我覺得這一中間 信仰這部分的差異 就太大了 看一下這個車值不值80多萬 新的G1-E 靠什麼吸引大家 首先樣子 年輕化是分身現在 所有設計元素裡面 很重要的賣點 所以你從前面去分的話 一些汽車小白可能還分不出 這個家族裡面 各款SUV 它的形狀有什麼區別 分別G1-E 最關鍵的 我們要來到側面 這條C柱 從第一代開始 就是G1-E這個家族品牌設計 一個很重要的賣點 看到沒有 這個斜斜非常粗壯的這個C柱 就跟高爾夫四代那個C柱很粗一樣 這個也是這個家族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賣點 和上一代區相比的話 有幾個數據 當然它是肯定尺寸各方面都要變大的 不過它的車身長度 包括整體這個車看起來 它的分量感 並沒有說比上一代大了很多 但事實上它裡面的空間就大了很多 答案就是軸距 這個軸距已經比上一代長了80mm的一個軸距 同時它搭幅度縮短了這個後弦 這個後弦這一塊 屁股這一塊就短了很多 上一代這一塊是很長的 所以它把車輪拉長了 然後留給車廂裡面的空間就會更多了 而且它現在可以容納一個 七人座的一個佈局 至於能不能做人不重要 就像RX 能不能做人不重要 它有七座的一個佈局 一個賣點 很多客戶可能就去買到了 整體這個車的外觀 這個設計 這個造型 見仁見智了 不過從技術的角度 我覺得它的進步還是很大的 一個數據 上一代的G1E 就是MLO變還以後 它就改了這個名字叫G1E 它那個風阻系數 我沒記錯的話 是0.32 正常一個水準 在那個年代 它已經很出色 但是這個車 你知道它風阻系數 去到多少 0.29 0.29 是很多轎車 都達不到的一個數據 所以那麼大一個尺寸的車 它的風阻系數 可以達到0.29 可以說它在設計方面的功力 是相當的了得的 這個直接的好處就是 當然你在公路上面去行駛 油耗就會低很多了 風罩 路罩那些全面 都會降低 好 再看一下類似 這套類似 其實大家應該是很熟悉 G1S G1E 包括新的EQ系 都是這樣的一個風格 大家都在玩這個大屏 但我覺得玩得最好的還是奔馳 因為它可以用其他的東西 把它給 這套設計給融進去 說起G1E 大家從第一代ML箱開始 大家會對它造工 有一些吐槽的 美國人做的東西 其實第一代被罵慘了 各種裝備不行 小毛病各種都很多 所以剛剛開始的話 ML這個車系 口碑並不好 但是到了這一代 我剛剛也認真看了一下 這些內飾的造工 各方面的話 肯定是還不到S-Class這個水準的 但是我覺得也是符合奔馳的出品 不會找到什麼明顯的瑕疵 只是在用料上面 是不夠更高級車型的一些檔次 例如這個座椅 現在全系的 包括這個最貴的 我也留意到這個座椅 都已經不是真皮了 是用一種人造格的材料去做的 好處是什麼 好處就沒有那種 我得給廣東話 給編繫的喜美 那些味道就少了很多了 做到裡面基本上聞不到任何的味道 而且從本次的角度來講 這種材料是更環保的 還有這個地方我覺得要吐槽一下 你看到沒有 它有一個放手機的地方 可以無線充電的 好 我這個手機標準尺寸的 還不是iPhone 11 就是上一代的 放進去 不三不四 剛好就是卡住一點點 好 我是一個很巧妙的角度放進去 我就拿不出來 對吧 所以它這個做的真的是不行 如果除非你不要戴套 完全裸機進去 那就沒有問題 只要你戴套了 這個拿出來都是很麻煩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 就是我在類似上面 找出來的唯一一個 可以吐槽的那個地方吧 好看一下後排 因為它軸距長了不少 所以大家對它那個後排 是有期待的 究竟這個後排感覺怎麼樣 等一下 我上車之前 樂仔你拍一下這個座墊的角度 看到沒有 它是翹起來的 看到沒有 我這個是水平 但是這個座墊是往上翹的 它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 你記得我們以前去吐槽一個德國車 就是說它那個座椅後面 這個座墊太平直了 像伐座一樣 這個感覺是不好的 所以它現在的新車 它學聰明了 第一個它把這個座墊往上翹了 往上翹的話 我這個溪頭哥的距離 就會比我完全平的時候 距離我前排這個靠背 就會更高一些 我感覺上面就寬敞了 另外一個我坐起來 我的坐姿就比以前更懶洋洋了 它是有這樣一個好處 不過有人會擔心這樣去坐的話 坐久了的話會不舒服 可能說上下車會不方便 但我覺得應該還好 它這個角度拿捏得很好的 另外一點我覺得要佔它的是什麼 它第二排座椅都是支持電動調節 從頭枕到座墊到靠背 全部都是支持電動調節的 我覺得這一點是一個很好的進步 是要表揚它的 整體空間的話 因為我剛剛等一下要進入到第三排 我首先預先把這個座椅 調到前排合適的位置 對吧 我覺得這個後排的空間 跟上一代相比是有大進步的 尤其是五座的版本 七座版本的話 它可能還要將就一下這個空間 五座版本它在後排 是完全沒得吐槽 完全沒毛病的 是很大很大的 比以前進步是相當大的 然後OK 還有這個地方 它有空調的一個顯示 各方面的後排一個獨立的溫區 都是有的 所以基本功能 下面還有充電線 那些基本都是有的 好 進入第三排 第三排 它要提現高級 它是可以採用一個電動的方式 我從你那邊進吧 樂仔 一個手拉一下 看到沒有 它就可以完成 對 電動的這種提升 不過這個速度就慢一點 如果是機械的話 你可以爽快一點就可以拉上來 然後這個已經是最大一個角度了 所以呢 你要進入第三排 老人家肯定是不行的 你會Luck out的 這個地方你坐上來的話 你不懼得會受傷 所以一定要年輕人 伸手矯健的 或者是小朋友 你才可以上來 因為它實在這個空間 是太窄了 是不方便的 我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 哎唷 老虎燙了 OK 就是這個 那麼窄的一個位置 看到沒有 車身離距只有高 好 不要這樣上去 哎唷 打過他機器 OK 就做到了第三排 做到第三排以後呢 根本就不是給人做的 這個就是我對第三排的結論 一切都是頂的 我的腳 會給這個地方去頂著 腳啊 看到沒有 膝蓋 膝蓋會給前面頂著 我用一種更懶的姿勢也是不行的 沒辦法 後面靠背 由頭頂到腳 然後呢 頭枕頂到我的脖子 頭頂頂到車頂 所以你身體一切的地方 它都給你完全的頂住的 這個就不是給我這種身材 我這種身材已經算是瘦一點了 你看老蟹 他們進來了 絕對出不去 我可以保證的 他用腳踹它 他可能坐進來的 這個就是第三排這個空間 這是沒辦法的 我覺得這個 誰會買這種七座 不要買 這個就是跟那個 我覺得會被雷克薩斯給帶歪了 他覺得雷克薩斯現在 那種神車可以加價 可以第三排這樣去做 但這種後排 我覺得就是反人類的 就是給你小朋友偶爾應急 你家裡面養的小狗 雞娃娃是可以做的 他是騎成年以後也做不了 金毛更做不了 所以他都會閒窄 他會咬你的 不好 所以這第三排的話 我不建議大家去買的 根本做不下的 不過好處是 哪怕是第三排那麼窄 但還是留了一個 很不錯的行李箱空間 整體就是這樣子了 但是這個車 我覺得還是最好的方式 還是把這個第三排收起來 看到沒有 把它給收起來 換取一個那麼大一個行李空間 然後把第二排 看到最後 這個車才是最正確的一個打開的方式 不過呢 如果你真的要這種模式的話 我建議這個地方還是要電一個 電一個護電之類的 因為樂仔告訴我 他這種材料 如果膝蓋這樣貴的話 他會把膝蓋給磨穿 因為這種材料 他是為了耐用去使用的 並不是為你這樣貴去使用的 所以你要買一個保護的 我不知道 什麼會去這邊貴呢 樂仔就需要了 好 最後的話呢 這個車靜態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個地方 記住我給你那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 最好買五座 五座是G1E最好 最實用的那個方式 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開起來 開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因為G1E其實一直以來 他跟他的對手X5或者Q7 在性格上面都有一些小差異的 是什麼差異我告訴你 關於G1E我覺得 有一個身份上面的一個認知 可能這個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但也是分析了這歷代車型過來 再看一下他的對手 像Q7包括寶馬X5 這個絕對就是他們最直接的對手 那個卡業那些先不說了 ABB這三個我覺得才是最直接的 其實從第一代開始的奔馳 他認為SUV多少要有點越野這方面的本事 你像寶馬那種X5 完全是公路上面的一個高手 但是奔馳從最早的GLK開始 都是在越野上面 如果同級車上面拉出來六一下 它都是數一數二的 在越野方面它還是有堅持的 這個車也是這樣子的 新的G1E我覺得在很多方面 可以體現這方面的一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種懸架 包括底盤的高度 離地間隙這塊非常有優勢 而且它空氣懸架自由行程這塊 可調節行程這塊 都是在級別裡面很有優勢的一點 另外一個從配置上面去看的話 它也是同級唯一配了一個叫 是不是叫Body Active 還是E Active 這樣一個功能 粵語有一個形容詞去形容這個功能 叫做安安功能 而且自動式安安 大概什麼意思 翻譯一下 考驗一下字幕組的同事 切斬功能 它是自己會震 它車不用裡面發生震動的 就可以外面去震動的 它靠這個功能 可以讓你通過一些上下 快速這樣去動的話 脫離困境 這個技術的話 在Q7或者說寶馬X5 不要說那麼多了 沒有 只有它獨家是有這個功能 可以這樣去同級裡面 只有它就有這個功能 就說明它在越野方面 還是有這麼一點堅持 還是真的可以 這個車是應付你一些越野的路況 它是可以完成這個任務的 不過 壞消息是 大茂的 奔馳官方進口的這些 所有的車型 這個功能都是沒有的 我就問奔馳的銷售店的同事 他說只有進口版本的 我說這個車難道是北奔的嗎 也是進口的啊 我想它的意思是 海外版本是有這個功能的 據我所知 平行進口的車可以選擇這個功能 還有我們在海外試駕的 也有這個功能 是奔馳作為一個重點強化 去給你展示的 我有點理解不了 為什麼這個中國版本 它沒有這個功能 非常可惜 這是一方面 不過呢 從這個功能 或者說這個定位的角度來講 也是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的 有一點 這個是我認為是不如對手的 就是它抑制車身搖晃的能力 例如我要快速的變線 又例如我手狠 手癢 就這樣去快搖一下這個方向盤 這個車身帶來那種搖晃 以及我變線以後 控制這個車身搖晃的本領 相對對手來講 是差了一些 搖晃是大的 我想這個可能也是 跟它重心的關係 各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所以在高速P1 或者說一些 P向於高性能轎車 要對一些科目讓它去做的話 有可能它的表現 就比X5 甚至是Q7 要論盡一點 這個可能就是GLE的 一個性格上面的一個特點 好 還有一個就是它現在 中國進口的這個版本 都有兩個發動機 一個叫350 一個是450 我現在開的這個450 原來的350 還有400 毫無疑問都是配的3.0T的發動機 但是現在這個新的 無論兩個動力總團都是改了 都是新的 350變成2.0T的了 我不知道它在動力應付 那麼沉重的車身方面 會不會有一點點吃力 我對此有點擔心 絕對的動力我是不擔心 現在的2.0T繩得很 什麼都可以 我是擔心它的扭力方面 脫困能力方面 是不是有一點影響了 但是這個版本 應該是搭配這個車最好的 直列6缸的3.0發動機 然後再配418缸 這套動力系統 好了 來到這個車上面 第一個就是油耗方面的數字 我剛才看了一下 我們全市區去開 再加上樂載 剛才用發溫角的方式去開了一段 我看到中和油耗表現 最高是13.5 最低的時候是11點多 是平均油耗 如果是瞬間油耗最低是7點多 所以從油耗的數據來表現 那麼大一個車這樣的排量 我覺得這個油耗數據 肯定在級別裡面都是有優勢的 所以如果你只要油耗的話 這個很重要 但是第二點的話 跟CLS去比 我當時在CLS開這個動力系統相比 我還是有一點點發現不同 第一個 平順性 我感覺不如CLS了 體現就是在低速的時候那種反應 我能感覺到這個車剛剛踩油門下去那一下 它給我的動力的反應 你看我現在踩下去 足足等了一、兩秒的時間 它還有反應 哪怕我把Dynamic這個系統 我調到運動模式 油門踩下去 你看 OK 它好像兩級這個動力反應 哦 要來了 一下、兩下 它有兩下頓挫的感覺 也有一點點遲滯 所以在動力的一種銜接的平順性方面 我覺得是不如以前我試這套動力系統 上面給我那種好感的 它還是有一點遲滯的感覺 還有一點呢 就是這個48V這個電機 大家有人擔心 是不是就是有很多動力系統 其實我在之前就說過了 並不是 48V現在是大事處虛 包括這些空調系統、音響系統 全部都是用更高功率的表現 所以它能應付我推動功率更大的 柏林自身的音響 所以音響效果是很好的 另外一個 這種更好的電機 或者說48V這種動力儲備 就可以應付我們一個小電機 這個小電機 第一個是低速的時候給我一點幫助 它不是靠它的 是給我們幫助 任何時候發動機都不會熄火的 都是同步去進行的 好 另外一個時候就給你省油 這個時候發動機就熄火 例如我現在 我鬆油 溜到前面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發動機是熄火了 靠那個 僅存那個動力去給我 圍騎車上的各種功能 那種運撞 包括煞車那些都可以 都可以游用的 但是我輕輕踩下油門的時候 它就瞬間 就給我發動機去點著 都是拜這套48V電機所賜 讓我們這個動力管理系統上面 就多了更多的可能了 大概開起來就是這樣的一個感覺 整體和上一代就相比 我不認為有可比性了 因為就是兩代的產品 從動力上 要舒適程度各方面 我覺得都是比上一代有一個躍升 好了很多 不過在操控性能方面 還是跟上一代同樣水準 X5去比 我覺得不夠X5好 跟凱恩就更沒得比了 這個不是G1E的一個強項